专家称,月入3000在我国属于中等收入 经过测算,中等收入群体达到4.6亿 这不纯扯淡吗?3000块都没到个税线 这大的这位专家是不是不知道外面吃一顿疯狂星期四多少钱现在? 小提问,你觉得专家的说法合理吗? 先聊聊中产阶级的定义 第一,从事脑力劳动为主 第二,受到良好教育 第三,具有专业知识 第四,主要靠工资收入 毕丽史觉得,如果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收入涨起来 而不是任由这些专家去重新定义中等收入 中产这个词本身是对一类人群的描述 它和社会阶级无关 不像资本家,无产阶级等等带政治属性 因为本质上它还没有掌握生产资料 甚至可以说,中产有时候只是中了财富幻觉的 无产阶级打工人罢了 这几年,疫情冲击,美联储加息 战争碎片建设等等原因 让很多中产阶级感觉很受伤 稳定的收入,稳定的预期和稳定的资产不见了 人们陷入一种新的焦虑 害怕自己重回无产的队伍里 实际上美国和日本也早就研究过这种情况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社会从一起做大蛋糕变成了M型社会分蛋糕 富人和穷人变多变大 中间人群变少变弱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带大家一起盘盘 为什么中产阶级会被消失 M型社会的发展趋势下 普通人该如何应对? 欢迎转评赞支持一波哟 最近几年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 都从厌恶拼多多转变到真香 摸索着宏观上消费数据的疲软 大家在信息交换的时候达成了一个共识 消费正在降级 最显著的特征是 用拼多多的比天猫京东猛多了 无论是刘强东还是马云 最近公开喊话公司内部 低价才是大杀气 你们不要忘了初心 疫情冲击以后 全球经济格局和之前20年完全不同 低增长、高利率、高债务、高通胀 一低三高成为新的经济主旋律 如何清醒地跟上变化 改变我们自己的思维和认知 对未来的生活有不少的影响哦 中产阶级在过去20多年里急剧扩大 主要是因为经济高速发展 GDP的蛋糕构分 优势产业崛起 吃到第一代大学生红利 财富放大气效应 股票和房子从低位涨起来10倍 有几亿人在工资收入和财富积累上 获得了超过10倍的涨幅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如果从入职五六千算起 很难积累到五六万的月收入 更难的是房价 现在的房价不说10倍 即使翻倍都很难 于是新中产阶级的幻觉开始被驱散 年轻人很难大规模地 在财富积累上跑赢社会平均水平 养猫养狗 环游世界 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取代了过去20年 买房买车 结婚生娃的套路 一切都是成本导致的 像日本也有过类似 二三十年的红利期 1956到1971年 日本GDP每年增长10% 一连串的经济资历计划 国民收入翻倍计划 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日本人最牛的时候 六年就能把老百姓的收入翻翻 等到1975到1990年 这15年 GDP大概每年增长4% 汽车 半导体 钢铁等优势产业崛起 大量外贸出口 也给日本人提供了海量高薪岗位 炒股 炒房 炒到飞起 直到炒作过度 搞出金融危机 泡沫泼灭之后 日本企业大量的破产 老百姓被迫接受社会收入 和金融下降的现实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M型社会 富人月富 穷人躺平 真正的有钱人 成为积收购值钱的资产 躺平的无产者 还是有政府养着 保障基本生活 只有加了大量杠杆 甚至每加杠杆的中间群体 承受了企业财源降薪 和资产暴跌的两次暴击 这也不是日本特色 从美国和欧洲的历史来看 GDP在低位徘徊的时候 存量博弈特别残酷 有钱人有的是手段 渠道和信息差 无产者躺平 不受波动影响心情 中产者就比较惨了 为了维持体面和原来的水平 必须卷 卷到天昏地暗 卷到竞争者减少 美国社会曾经也以 大量的中产阶级为荣 直到1970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 全球化的资本 把产业大量往外转移 直接痛击了美国的中产阶级 作为人生三表的重要尝试 资产配置和现金流管理 是许多中产阶级没有想过的问题 资产消耗的现金流 和自己工资产生的现金流 是不是匹配 中产阶级的标配套餐 基本上是房贷 车贷 消费贷 教育贷 保险 房和车 是中产生活的基本款 然后为了让孩子 继续保持中产的地位 还要疯狂地投资教育 希望保持读大学 好工作 买房 买车的循环 另一方面 为了让自己和普通人区分开 还要用品牌和标签定义自己 比如奢侈品 比如出国旅游 比如进口产品等等 这样的结果就是 大量的中产阶级 每个月现金流被吞噬的所剩无几 一旦风险来临 比如失业 裁员 或者突发事件冲击 他们的防御能力 筹划能力 和融资能力 都会血奔 这两年最直接的一种现象就是 市面上的法拍房数量 直线上升 这就是大量中产 没有规划好资产 和现金流的恶果 不得不变卖资产 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 日本人大前研一 在M型社会的书里提过 大部分人觉得自己手头不宽裕 赚得再多 也没有办法轻松的原因 是因为意识 被中产阶级四个字带走了 花了太多不必要的钱 没有真正思考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日本中产阶级 没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如果我们复盘日本的经济发展 主要原因还是宏观经济的失败 过度炒房炒地 资金流去了没有价值的土地 另一方面 当时的先进半导体 被美国人直接扼杀 后来的消费电子 消费品 文化 汽车等产品 被中韩逐步超越和替代 关于日本的经济实力 一直有一种说法 要看GNP 别看GDP 意思是 日本资本大规模出海 在中国 东南亚 欧美 投资建厂 其实外面很难挣钱 只不过国内没有投资而已 但对于日本人来说 不在身边的机会 这是群体目录的原因 新的工作岗位 高新的工作岗位 甚至管理层的岗位 不断流失去了国外 中产阶级财富减少的另一个原因 是资产价格的毁灭性下跌 还是以日本为例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泡沫 日本的房价跌了有70% 股票腰斩 这导致什么情况呢 不管是金融机构 企业还是普通人 如果加了杠杆 基本都变成了富翁 带走财富的 只有当初趁着日元升值大规模进入 后来又套现离开的国际热钱 这里会开始出现富反馈循环 第一 金融机构都是坏账 缺少放贷的能力给企业和个人 第二 企业手里都是坏账 不敢投资 不敢扩张 不敢涨薪 谨笑甚微 这种安稳度日的心态 直到30年后的现在 也深深刻在日本企业的骨子里 比如新能源和半导体行业 你让日本企业扩产 那是难于登天的大事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神 第三 个人欠了一屁股债 打工一辈子 能把债还清就不错了 承受不住这种没希望日子的人 就会选择放弃 第四 没有消费 没人借钱 金融机构和企业无法回血 恶性循环继续 这里提一个观点 为什么欧美在金融危机后 能够快速恢复 东亚国家的恢复速度会慢很多 因为在法律层面 欧美的破产比亚洲容易得多 破产以后从头来过 纳税人承担 相反 日本包括97年的中国香港和韩国 很少会听到说 大规模的个人和企业破产 忍耐忍耐再忍耐 还债还债再还债 不同的文化和法律体系 导致不同社会 应对危机的反应模式不一样 也就影响了不同国家 修复资产负债表和经济的速度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 就是体现在人口上 如果我们观察日本人口的变化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两个节点 1973年石油危机后 整个社会经历大通胀 新生人口开始减少 广场协议后 日本加速跌破迭代人口规模 一方面是GDP10% 疯狂增长的预期没有了 低到4%的时候 很多人体感不舒服 信心受到冲击 另一方面是 资产价格不断上涨 年轻人成家立业的成本越来越高 直到泡沫破灭前 其实人口已经在反映这个变化 90年代破灭后 我们看到日本人口 在十多年后就负增长 躺平拉倒成为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心态 在人口生育层面 也有类似的理论 两头生得多 富人生得多 有人带 有人教育 有人陪伴 穷人生得多 反正没什么亏的 生对了一个 基因变异就翻身 中间的人最惨 不敢不上班 没时间陪伴 照顾 又担心影响下一代的生活质量 导致的结果就是 日本出现老龄化M型社会 年轻人赡养社会的成本越来越高 压力越来越大 导致生育的愿望和能力越来越弱 这其实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点 我们退休人口越来越多 在职工作人群 赡养压力会变高 尤其是退休人员 工资涨幅 甚至超过了社会上年轻人的工资 不少税后 跃入五位数的老年人 享受了如今这波的人口红利 但当下的年轻人 却要面临无人给自己 缴纳养老金的窘境 打破这样的穷途困境 也是政策 需要在未来破局的关键问题 M型社会碰到老龄化以后 很快会变成L型 左侧的老人 富人越来越孤独 因为右侧的年轻人 中产以下越来越少 对于这个问题 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 也意识到了必须解决危机 如果不解决年轻人低收入问题 就无法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趋势 话说完没多久 日本30年没动的工资 终于也是开始加薪了 智库公司东京商科研究最新数据 2023年大型日企都提高了工资 平均涨幅4% 创了30年最高纪录 当然拥有另外1%的中小企业 没有能够加薪 因为他们拥有三分之二的员工 但收入和利润 无法和大企业相比 跟欧美和韩国相比 日本的工资真的30年没动了 这种停滞的感觉 也是很多人觉得 未来没有奔头的根本原因 清合组织数据 2021年 日本平均年薪3.97万美元 比1991年3.78万美元高了1800块 今年最直接的变化 主要是因为2022年 全球通胀对日本的刺激 和岸田把最低工资 从每小时961日元 上调了4.2% 到了每小时1000日元 当然日本M型社会的 另一个大问题是 企业顽固地按照工作资历 而不是实际能力 绩效和表现 来给员工发钱 这就导致了工作没有流动性 岗位晋升机会少 年轻人自然就去享受生活了 找到全职工作就是胜利 反正终身雇佣 归根到底 要刺激社会向前发展 要刺激人口恢复增长 解决年轻人的收入问题 是核心中的核心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希望 就在年轻人身上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 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里 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 占比大约为20%到30% 离橄榄型的分配格局 距离还比较远 比美国巅峰期70%的中产规模 还有翻倍的空间和潜力 面对不稳定的社会结构 和发展机会时 我们会及时自发地 改变消费意识和生活方式 最简单的一个逻辑是 日本和韩国 在经济增速放慢之后 都出现了国货崛起的潮流 一方面是经济好了以后 爱国情怀更强烈 另一方面是 国货品牌性价比更高 当然不包括北北洋这类 比可口可乐还贵的饮品哦 以及某些卖得跟耐克阿达 差不多贵的国产运动服饰 就像刘强东和马云高声大喊一样 别忘了初心 低价才是最真诚的杀气 越是发达的地区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里 居住的成本就越高 一线城市的老百姓杠杆率 甚至达到了96% 这种负担压力之下 对于消费等等支出的挤压 和生活质量的拖累 肉眼可见 建尼系数也能很好地反映这一点 我国从改革开放的0.3 冲击到08年最高的0.49 最近几年也一直维持在0.46附近 高于国际警戒线0.4 也高于发达国家的0.24到0.36水平 按照联合国的规定 低于0.2意味着收入分配绝对公平 0.4到0.5属于收入差距较大 当然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以上数据国家统计局 在2017年以后停根 对于最近几年的收入分配情况 伊丽时暂时无法判断 也请大家仔细分辨 伊丽时在最早期的视频中 做过一期人生三表 对于普通人梳理自己的财务 和经济情况比较有帮助 口诀如下 资产负债表定过去 现金流量表定现在 收入利润表定未来 资产负债表就是你的房车和家庭 家庭底子越厚 资产负债表越健康 决定了你过去幸不幸福 现金流量表就是你每个月 每年能够进到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有可能是工资 股票 理财 房租 彩票 压岁钱等等 现金流量表无敌的人 可以躺平 收入利润表就是你的能力 工作 副业 私活等等 凡是你能变现的能力 都能够让你判断 未来预期如何 人生三表里 资产负债表是你不能决定的 它和宏观经济有关 你爸妈出生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你出生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你工作的时候 房价是多少 人生三表里 现金流量表是你很难改变的 彩票能不能中 股票会不会涨 有没有房租能收 人生三表里 收入利润表是你唯一能指望的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能力 不管是搞笑幽默的能力 带货卖课的能力 仔细工作的能力 打游戏的天赋 搞运动艺术的天赋 但是中产阶级之所以是中产阶级 还有一个原因 是大部分人都上了年纪了 收入利润表几乎不能改善了 所以重新审视下自己的三表 重新评估自己在社会曲线里的地位 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怎么移动 制定好策略 才能有方针 应对好未来 这部分的总结建议 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不一定完善 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 第一 别把房子看得太重 花费大量的储蓄和长期贷款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在偏远的地方购买价格更低的房产 在工作的地方租房 形成租房加周末度假小屋的模式 会更好更轻松 第二 别把车子看得太重 便宜的耐操的车子更好 车子就是个交通工具 不要考虑溢价的品牌属性 和花里胡哨实际上没用的附加功能 在大城市 公共交通足够发达 你甚至都不需要买车 第三 别把应试教育看得太重 父母和家庭的教育更重要 人生观 价值观 事业观 世界观 勇气 社会法则 信仰 言传身教 对下一代的影响更大 第四 别把面子看得太重 少一些攀比 多一些夫妻和家庭内部的交流沟通 合理地去分配自己的金钱和时间 少一些消费偏见和种草拔草 为真正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买单 不被其他无意义的东西所影响 对于企业来说 第一 做高端生意的 要看看自己的产品是不是真的值钱 公司有没有持续创新的人才和能力 第二 做中低端生意的 看看自己能不能提供低成本 高品质的小产品 或者干脆就做低质低价的走量产品 薄利多销 打穿下沉市场 以上的智慧 部分来自于大前研一 对于日本30年社会沉沦起伏的观察 仅供参考 多加思考 这里是厉害财经 我们下期见